Hello, 又是我 Donald 剛剛就和大家走完啟德的新商場 不知道大家又覺得這個商場怎樣呢? 我們去的當日就試吃了一間 主打食韓式燒肉和傳統韓國料理的店 東柏 究竟這間來自虎山的韓國料理店 有什麼特別呢? 味道和價錢又怎樣呢? 不如就等我現在告訴各位吧 餐廳的位置就位於商場的五樓五零六號鋪 就在美食廣場的旁邊 很容易找的 未去過店前 我們不如看看餐廳有什麼食物吧 不過因為店鋪是新開業的關係 所以真的比較多人 如果真的有興趣來試吃的網友 記得早一點到 當日我們大概十二點半小時到餐廳 就已經要等過半小時了 入到餐廳看到他們的裝修都很漂亮 而且桌子與桌子之間都很寬 坐得都很舒服 而每一張桌子的中間都會放一個燒肉爐 我們一坐下就適應給我們一壺茶 因為真的等得太久了 所以先喝杯茶 再看看餐廳有什麼好吃 喝完淡茶 我們看看餐廳有什麼食物 這裡除了有燒肉吃之外 其實也還有其他食物 山牛肉石頭鍋飯都好像很吸引 如果你不想吃燒肉 想隨便吃一個主食 它的價錢是由六十八到九十八不等 如果你想多喝杯凍飲料 就要多加十元 來這裡吃燒肉 其實它都有幾個套餐可以給你選 價錢分別是一三百 一五百 一七百 一七百 和三五百 四款 除了套餐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些散叫的可以給你選 這裏其中一件出名的就是花卷五花肉 全份的就是二百九十八元 而半份的就是一百六十五元 如果不想只吃牛肉和豬肉的話 其實它海鮮和蔬菜都有 當然部隊鍋和人心雞湯就不少了 而大大份的大醬湯和海鮮湯都有 醬油蝦和醬油蟹都可以給你吃 因為當日太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點了兩個飯吃 等下次多人來一起吃燒肉會開心些 而當日的前菜有兩款 其中一款是泡菜 味道都不錯 不會一味酸或者一味辣 而大豆芽就正常沒有特別 第一個飯就到了 它就是山牛肉石頭鍋飯 配料方面它除了有山牛肉 蔥和蛋黃之外 另外一樣就是炸蒜頭 那我石頭鍋飯來到的時間 都真是很熱 那如果你想吃牛肉生一點的話 記得一早就吃掉它 那我先說回配菜 那炮菜從大豆芽 如果你想補充的話 就要每人多付40元 所以如果你人多來的話 每人多付40元就可以任吃配菜 那便便便便了 那飯都差不多拌好了 那便可以加醬油 再拌一會兒 如果各位網友喜歡吃飯的話 就千萬不要像我一樣 不斷拼命拌 那拌好了我就可以開始試吃了 那首先說一下飯 它就不算太軟或者太硬 那飯的味道就不算太濃 整體都很夠熱 如果它牛肉條可以再多些 就完美了 而另外一樣 我們就叫了燉牛辣骨配配飯 它牛辣骨方面大概有4塊肉 而配菜它就有紅蘿蔔和白蘿蔔 就這樣看過賣相 它都很不錯 那味道方面又如何呢 我們首先就說一下它的白蘿蔔 那個白蘿蔔真的炆得很軟 而且入味 絕對不像配菜和牛辣條 是分開煲 因為你咬下去就會吃到 這個牛辣條湯汁的味道 而牛辣骨每一塊都很大塊 而且它都炆得很軟 很一味 如果你要我選擇一樣 推薦給網友吃 那我就一定會選這個牛辣骨 整體來說 這間餐廳絕對值得各位網友來試試 還有下次我一定會來試燒肉 那我們兩個人總共吃了多少錢呢 連同加一總數就是215.5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片 記得CLS我們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 或者 如果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 可以